近期俄罗斯放言 他们的心智杀手锏只去五秒 就可以摧毁没无所有的无人机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今天邱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 俄罗斯之所以放言五秒搞定无人机 是因为俄罗斯最近搞出了新一代的激光武器 寻衅者 据俄罗斯方面介绍 这款激光武器号称无人机的可行 不仅五秒那也可以摧毁所有的无人机 就连漂亮过星链在它面前呢 也会被搞成瞬间瘫痪 只要激光射线一发出 任何的无人机全都成了靶子机 未行秒变盲行 一时间足以让敌人手足无措 这款激光武器到底什么来头 不会是俄罗斯的吹牛吧 现如今无人机在战场上的应用非常广泛 一架小型无人机甚至可以击沉军舰 炸毁防空系统 而且其体型较小速度超快 一般的防空系统根本就难以察觉 如果防空系统处于非工作状态 很容易被无人机偷袭 不见无人机隐蔽性很好 而且就算被雷达监测到了 大炮也不好打呀 就算打中了损失也很大 那么针对这些难题 俄罗斯此次发明的激光武器 就很好将其解决 它不仅对小型无人机的攻击 能做到百发百中 而且也给俄罗斯的S400 防空系统减少了不少的压力 如果这样用铠甲S防空系统拦截 成本实在是太高 再说了 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根本也不够 所以此时推出激光武器 就能准确打击没屋的无人机 对于自己的炮兵和坦克 是一个强有力的保护 俄乌战争引发新的军备竞赛 面对西方对俄军新式武器的质疑 普京表示 不信你们可以试试 随着俄国战争的持续发展 世界各国把重心都放在了军备竞赛上 毕竟这个战争已处激发的年代 谁都不想被别人欺负 然而俄罗斯连续数年被西方制裁 虽然这给俄罗斯的经济 带来不小的打击 但反过来 同时也逼着俄罗斯 不得不提升自己的军事实力 早在今年5月份 俄罗战火即将烧至俄罗斯境内前 俄罗斯就加紧研制新型海基洲际导弹 以取代当时的布拉瓦洲际导弹 因为这种新型导弹 不仅可以突破所有的反导系统 而且还可以更为精准 更大范围的打击敌方 不仅如此 这套反导系统对于保障俄罗斯的安全 也起到更好的作用 近期 乌军突然攻入俄罗斯境内 这也是乌军首次从陆地攻入俄境内 这引起了普京的高度重视 一旦这些士兵进入俄罗斯境内 难免有一些人会对俄罗斯内部下手 从而造成俄罗斯内部瓦解 所以这就引发了普京 萌发出了想要搞出新式武器的念头 自从新型海基洲际导弹问世 俄罗斯不仅开始掌握着战争的主导权 也同时向全世界宣告了 俄罗斯今后可以对任何目标 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但一些西方国家对此表示质疑 认为这种武器只会给当前局势带来安全隐患 而且本身没有什么实际用处 对此普京就表示了 如果西方国家真的不信 可以一身释法一下 看看到底有多大威力 俄乌战争如今越大越厉 就在此时我国突然拿出三件武器 扬言每件都能帮俄军补足短板 进而扭转俄乌战场现有的局面 随着目前俄乌战场形势越来越严峻 俄罗斯表示自己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 尤其是在武器装备方面 乌克兰背后有的是整个北约 而俄罗斯一直都是以一己之力抵抗 然而最近俄罗斯也开始发现自己后继乏力 一些俄罗斯的媒体 也逐渐开始呼吁向我国采购武器 而且指名道姓就有其中三款王炸装备 第一款就是由我国自主研发的052D导弹驱逐舰 自从去年4月份 俄罗斯莫斯科号巡洋舰被击沉 俄罗斯也逐渐发现 自身在大型战舰方面的短板 如果对方抵挡住了俄罗斯的首轮火力覆盖 俄罗斯接下来就只剩下被放风筝了 然而我国的052D导弹驱逐舰 上面专门配备了1130个近方炮 射速可以达到每分钟上万发的控步水平 这款火炮只要配上精密的雷达系统 就算是面对航母群 也能在发起有效打击之后群身而退 其次我国的A300远程火箭炮 也是俄罗斯目前迫切需要地 此前俄罗斯的冰雹火箭炮 在美军M142海马斯火箭炮前 就一老古董 早就更不上时代了 但我国的A300射程足够达到了300公里 还能将精度控制在30米之内 绝对可以做到直哪打呢 当然除了这两种之外 要是再搭配上我国的一龙三无人机 那就形成了海洛空全方位覆盖的玻璃打击 一龙三虽然说是无人机 但要知道 它上面可是配备了9个导弹挂架 一旦把导弹全部挂满 那就是一架小型的轰炸机 如果俄罗斯能够拥有这款无人机 乌克兰目前的所有技术 优势都当然无存 届时 俄罗斯也完全可以体验到电子战的乐趣 在无限降低自身损失的前提下 夺回欧战场上的主导权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麻烦各位看官给你发费敲手 赶来点赞 关注呗 咱们下期再见